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 台北市一歲男童遭到保姆虐死案 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國民黨立委廖偉祥 提出刑法修正草案 要增定殺童罪 明定殺害未滿12歲的幼童 最低處以無期徒刑 最重判死刑 目前法案已經連署完畢 預計週五會交付委員會審查 因為我沒有辦法 面對 一開口就激動哽咽 北市一歲男童凱開虐死案 讓曾經經歷侄子遭虐死亡的 兒全會創會理事長王衛軍 祈祷前往行政院 陳建仁院長 麻煩你 請你來主導這件事情 我求求你 不要再讓我們看到這麼慘的遺體 蔣萬安侯友宜 你們一個都別想跑 虐童案引發社會各界關注 現在國民黨立委廖偉祥 更是開出第一槍 將提案增定殺同罪 明定殺害未滿12歲以下 幼童者處最低無期徒刑 最重死刑 新增一條殺同罪 處最低無期徒刑 最重死刑 另外在77條的部分 也增加一款虐童者不得假釋 針對刑法286條的修正 我們已經針對兒虐加重刑罰 未來有任何要再精進法律 我們也都願意進一步的討論 目前法案預計本週五將完成 一讀交付委員會審查 不過細看兒童受虐案件在臺灣 並非少數 根據衛福部資訊網統計 從二零一九年到現在 兒少受虐人數年年都突破一萬一千件以上 甚至二零二三年上半年更是超過六千九百件 三歲以下的受虐孩童人數 每年也都有千件以上 藍綠隔空開槓 不過如今凱凱遭虐慘死後 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恐怕不該讓虐童案淪為政治口水戰 而是得盡快補破王 記得陳自己 廖凱全 太平衡的島